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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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開始要 move on 我剛剛花了很多時間 在介紹整個歷史上面的來龍去脈 關於多利安吊師的低大調的發展 然後他的音樂上面的一些思維 我現在從巴哈開始繼續 我們要介紹的是 他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六首的無伴奏的創作 就是寫給大提琴的六首的無伴奏的族曲 其中的最後一首 他用的是低大調 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大提琴他這樣樂器的特色 他跟小提琴差別是這樣 他也有四根弦 但是他最高的那個弦就是 四高就第二條弦是RE 第三根弦是SO 第四根弦小提琴沒有 沒有那麼低的音是DON 低兩個8度 所以他的整個音樂比小提琴要低的兩個8度 OK 那巴哈呢 他寫的這首曲就給大提琴了 你會聽到 有點就是空弦跟暗弦 我們聽到的是什麼呢 這巴哈他另外一個怪用法 他就是利用所謂的空弦的聲音 跟暗弦的聲音 所以有明暗在變成 這個概念是這樣 就像他的另外一種 所以會聽到 所以會聽到 所以巴哈不只是在賦予這個低調的 這個調型大調或是小調的 他的一個音樂上面的一個characters 他同時在explore這個契樂家族 包括剛剛講的小提琴 現在的大提琴 他的契樂的這種聲響 所謂的聲音美學 他形成一個什麼harmonize 一個和諧又好聽的一個契樂聲音 這是巴哈他那個時候在做的事情 開啟契樂音樂創作的各種可能性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 這首曲子吧 我們現在聽的是 巴洛克式的大提琴的演奏方式 有些人可以聽開啟奏方式 也不想聽到 他其實是最好聽的 他很大聽到 他已經是很安靜的 他應該會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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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 我们听到这边 好 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 其实像大提琴这样的乐器 在巴哈那个时代 他你在思考怎么样去赋予这个乐器 更多的可能性 透过他的创作 等于是给他带来什么 心生的生命一样 要不然的话这个乐器 就会像之前的乐器 可能慢慢就 就不会有人在演奏 因为他没有曲子可以拉 这是关键 好 所以我们刚听到的这个 就是大提琴 接下来 巴哈还同时去创作了另外一件事情 去尝试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不同的combination 不同的器乐声音的组合的 静和关系 只要有组合的时候 它本身就一定会形成静和关系 而在音乐上面来讲 我们是叫做ensemble 重奏的组合 小字两个人大到整个交响乐团 都是所谓的ensemble的概念 而我们在这边要介绍的是 巴哈其实他真正下了很大功夫的 第一个ensemble就是所谓的交响 今天我们乐种分类叫 交响乐里面的协奏曲 所以他在思考的是 我们可能不能用交响乐 今天可能会误导大家 就是管弦乐的声音的组合 管乐跟弦乐的声音组合 然后呢 我们为你选择就是低调的 低调的管弦乐的声音组合 首先是什么 小低级家族自己本身之间的一个组合的概念 combination 非常有名的一首协奏曲 就是巴哈的双小低级协奏曲 低小调 它当我们在欣赏协奏曲的概念的时候 它就是有所谓的独奏者 把它插掉 独奏者呢 我们称为solo 那如果是两个话 它就是复数就是soli 跟什么乐团叫tuty 所以tuty versus solo tuty就是奇奏的意思 re piano 在音乐上面叫做重复性的 演奏同样的乐段 像维瓦蒂的四季就很明显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独奏 叫做episode 它就可能演奏一些什么 演奏一些所谓的装饰奏 要展示一下它的独奏的 这个样乐器的特色 character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静和关系 有时候他们会演奏同样的东西 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是演奏不同的东西 非常有趣哦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这巴哈双小丁协作曲 威力波棒的版本呢 是海菲兹跟他的最有名的那位徒弟 Eric Friedman 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演奏版本 第一乐章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什么 是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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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的獨奏先來 另外一個小丁的獨奏先來 小丁的獨奏先來 節奏 Solo繼續 第一Solo跟第二Solo兩個輪流 第二小丁的獨奏 接下來第一小丁的獨奏進來 好 丁的獨奏進來了 OK 好 我們就先聽到這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聽到的這個是 在巴哈那個時代18世紀初的時候 他們在思考怎麼樣去把契樂音樂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個聲音能夠彼此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開始 然後這個部分比較容易 因為他們通通都是同一個契樂家族 叫做小提琴家族 然後建立在那個第一小調的概念上面 所以你聽到那個是充滿生命力的 當我們聽到這個協奏曲 這一種的樂種的時候 我就會不禁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淨和關係 其實整個人類社會 人類的本性裡面 它有一個天生的本性 就是喜歡跟同類較勁 彼此比拳頭大小或什麼 有時候是透過什麼 就是剛剛古希臘人講的 透過什麼 體育的這種方式 那如果是失控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打架 然後就變成戰爭 這必然會發生的 這是人類的天性之一 變成一種野蠻的一種方式去做較勁 可是另外一面 就是為什麼會要有音樂呢 音樂裡面也可以有近和關係 但是它是用文明的方式 是用美的概念去較勁美的力量 那個形成的火花呢 對於人的這種 幼腦的這種開發 抽象的思維 對於美感的感受 讓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在當下 短短七八十年 現在是八九十年 的那個生活的quality 會不一樣 你會覺得有意義 然後會有目標 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圓滿的一個人 所以當我們在聽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不禁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的教育 只是在培養一個人 make a good living嗎 就是讓他有一個工作可以賺錢 然後這樣可以讓自己意識住情 沒有問題而已嗎 還是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要 讓一個人可以make a good life make a huge difference 所以當我們聽到這個低調的音樂的時候 會讓我們重新再好好去思考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好這個是小提琴協奏學的概念 再接下來我們要聽的是 巴哈在做另外一個整合就剛剛提到的 管樂跟弦樂的整合 這個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 在巴洛克時期的管樂 它的器樂的構造因為比較複雜 所以它的科技工藝 在製造這種管樂的這種按鍵 各個音準 還沒有像用手工製造的 純木頭的手工製造的小提琴家族 那麼容易 所以在巴哈洛克時期 巴哈那時代 管樂樂器相對來講 發展是比較慢的比較晚的 所以它的聲音 包括音準還有音量音色的控制 是很困難的 所以巴哈也是在做這個草創的工作 它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有所謂的 用協奏曲的概念 等一下我們會聽到什麼 管弦樂族曲的概念 我們現在就先來聽聽看 巴哈的第五號布蘭登堡協奏曲 它是用低大調 這個曲子 它就開始用了 加了幾樣簡單的管樂曲進來 跟一個弦樂團的ensemble在一起 裡面一樣是有所謂的獨奏概念 這個獨奏的話 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聲部的獨奏樂器 所以這一個的協奏曲 我們叫做大協奏曲的概念 Tancetto Grosso 有一個獨奏群 通常是聲部的首席 所以有一個獨奏群 Cancettino 我用Soli好了 VS這個樂團 Tutie OK 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我們現在聽到什麼 大劍琴也在裡面 喔 這是什麼 長笛啦 但是今天可能也會用什麼 直笛 因為那聲音很類似 經濟 詞曲 李宗盛 OK 好 我們先聽到這地方 在這邊可能就是像我剛剛在講的 巴哈在處理那個時期的契樂 這種 ensemble的問題的時候 也就是協奏問題的時候 他面對的聲音的融合 我相信這是他絕對他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聽到這個版本 先解釋一下 這個版本實際上是一個 巴洛克式的樂團演奏 包括剛剛小迪琴為你演奏 播放的那個版本下抗舞曲 他現在在這裡是指揮小迪琴家 Kwishken 他帶來一個樂團 Lapetite Band 那個叫樂隊 他們用這個古老的名稱 他們所用的樂器全部都是 按照巴哈那個時代的製作出來 反骨 或是真的是那個時代的樂器 然後我們剛剛聽到 木管樂器吹出來的聲音 那個聽起來像是木頭的聲音 沒有錯 那個只是我們今天叫做長迪 在巴哈時代18世紀以前 長迪是用木頭做的 很像我們今天的直迪的聲音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聲響 所以巴哈那個時候 要如何把不同的聲音整合在一起 那是一個超級艱難的任務 而這個後來是要到我們下一堂 講堂的時候 海頓時候慢慢一步步的 還有莫扎特 最後貝多芬開始慢慢混合 因為貝多芬時代 尤其是到了19世紀以後 管樂器的家族 因為現代科技工藝的發達 然後有所謂的德國人 一個叫貝姆 發展了一種案件的系統 叫貝姆系統以後 整個管樂器的聲音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音準大幅度的改進 然後它的聲音音質 比較就可以開始 跟所謂的弦樂器家族的聲音 可以比較融合在一起 為什麼 它的聲音不再像是 以前古早時代 管樂器的家族最早的時候 是什麼 打獵的時候在戶外 或打仗的時候要吹小喇叭 衝鋒號 要獵什麼 就是用管樂 所以那是戶外的管樂的聲響 跟在室內管樂聲響 是完全兩回事 這是他們西方人 在整個文明演進的過程裡面 從音樂的契樂家族的 這個演進製造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而巴哈在這邊 我們剛剛聽到的 就是他用的這個 低大調的這個調性 起碼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動活潑 你可以聽出來 在巴洛克那個時候的音樂 實際上我們如果用有色彩的概念的話 是什麼 多彩多姿 非常colorful 色彩非常鮮明 鮮豔活潑的這種色彩 這個實際上 從低大調這個聲響 就可以看得出來 巴哈他那時候 腦袋裡想的是什麼 希望我們人生是彩色的 而不是只有黑白 那音樂上面的音色的表達 就像我剛剛示範的明暗對比 那最後我們要來聽的 就是真正的 巴哈進入到所謂的 真正的管弦樂團的創作裡面 那個時候還沒有交響曲的概念 雖然有叫Symphonia 但是那只是一個管弦樂的契樂演奏 一個概念 樂曲裡面並沒有管弦樂曲交響曲的概念 它只有什麼 管弦樂族曲的概念 但是這就是整個管弦樂團聲響的 一個源頭的開始 我們要為您介紹的這個 第三號管弦樂族曲 其實很有名 我們先聽它第一樂章 第一樂章通常都是一個前奏曲 就像我們剛剛聽到巴哈的 剛剛那個大提琴的 六手無伴奏的主曲一樣 它的第一樂章一定都是一個前奏曲 我們先來聽聽看有哪一些樂器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聽到非常熱鬧的聲響 這個聽起來有點像是什麼 節慶的音樂不是嗎 Festival 然後你聽到什麼 鼓的聲音 電音鼓也進來了 還有聽到小喇叭的聲音 銅管樂的聲音也加進來了 還有什麼低音管 比較不太容易聽得見 所以它在這個管弦樂族曲 這個第三號裡面 加了非常非常多不同樂器的聲音的元素 通通用低大調這個 這樣的一個調形把它融合在一起 這是它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try out 我們今天在聽的這第一堂 基本上來講都是一個開始 作為多利安調是一個開始 當我們從這邊開始慢慢的邁進到最後的 馬樂教養曲的時候 哇 那個東西整個透過一堂課一堂課的音樂欣賞 然後你不斷的重複的聽以後 那個整個picture會不會整個拼起來 那個震撼會很不一樣 那我們威尼波方日版本 是很有名的英國的一個古樂團 就是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古樂學會 然後它的指揮領導者就是Christopher Hargut 他本身是彈大劍琴的 來過台灣一次這樣子 那最後一件事情 這一個管弦樂族曲 他的第二樂章叫做AIR 他之所以會那麼有名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19世紀有一個小提琴家 覺得他的這個旋律寫得太棒了 他把它改編給小提琴獨奏 然後鋼琴伴奏 然後是用在小提琴的那一根旋 這根旋上面 所以呢 今天我們叫做基旋之歌 先把這個插掉 基旋之歌並不是巴哈這一首 Original是從巴哈的這一首 第三號管弦樂族曲的第二樂章出來的 他原來這個第二樂章他就寫一個叫AIR AIR的意思是歌舞曲 一邊跳舞一邊唱歌的 通常就是一個慢版的一個樂章 七月的樂章 就像法文的唱歌一樣唱歌跳舞 後來19世紀以後被改編以後 反而是以這個為名 因為太好聽了 基旋之歌 我們已經看到了 從巴哈的這個樂章 已經看到了他的未來的可塑性 可以釋說心語的概念 他有那個前瞻的概念 所以你看低大調 然後寫出這樣的一個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 這個樂章是純粹弦樂團 但是他那個旋律性真的太好聽 還要加上那個Walking bass 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一個人 他們的生活的一個什麼 步調 充分反映出巴哈那個時代的什麼 生活美學 Lifestyle 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就說不說 我們現在是接聽看 那樣子 也不說 沒用 。 我們就可以說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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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音乐